來注意看 老師先把這個還原 先把它切掉 所以你看看我現在畫出來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這一片還是完整的 可是老師這裡先把它 放好下去 因為這不太有影響 因為這個 其實對整個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再來這一邊 直接畫出來對不對 所以這裡應該要畫得出來 然後再來 老師現在示範一下 如果我現在把它挖掉 你可以看到挖掉的時候 同學特別注意 一樣我們先來研究 它挖的地方在哪邊 這一看就知道 它是挖在這中間這裡 幾個刻度 一樣 所以我就知道這裡挖下來 一個寬度 一個深度 好 再來 這裡出來了之後 好我們現在來畫 好這邊是 直接 沒有問題 直接挖下來 好 挖出來之後 請問你 現在 現在我這裡設A 這裡設B AB 這兩點 在這裡是出現 A 跟B 所以中間這一條線還在不在 是不存在的 對不對 這條線是不存在的 好 我們慢慢來喔 好 再來喔 同學你注意看喔 這裡現在不能畫 好 因為你不知道齁 我現在由上往下看的時候 有你這一條線 雖然是斜的 可是我從上次看的時候 它是應該是一條直線 好 可是齁 因為這裡 老師 這個體力比較簡單 它這樣接下來 是接到這個 等腳線的焦點 我就知道這一點 在哪裡 好 不是老師 對不對 有一些題目 比較複雜 現在用比較複雜的 方法來畫 好 來 我現在知道AB了 好 所以 我現在正式 右側是 這一邊 我也可以對出AB 這兩點 所以我現在 一樣 這裡要畫45度角線上去 現在把上次的 單位 對到 右側是 所以一樣 這裡要畫45度角線上去 把這一個位置 對過來 這一個位置 對過來 這樣 對過來 好 就往下對 往下對 往下對 對下來 對下來 好 對下來 對下來的時候 我這裡是找出A的 A頂在這裡 B頂在這裡 沒有 好 好 就找到這個 右側是 A點跟B點 好 有A點跟B點了之後 來 注意看 老師蓋也是提醒你 在等角圖上面平行 你看這兩條線平行 這兩條線有沒有跟這一條線平行 有啊 所以 我現在就用 這樣子的 這一個斜線 從這裡接出來 從這裡接出來 好 要接到哪邊去 請問你喔 這裡是往下一個刻度 對不對 往下一個刻度 你是會碰到這裡 往下一個刻度 所以你看看 我就知道 這一條線 要碰到這一個 一個刻度的這條線 來啊 我現在把這裡 這裡 A、B 對不對 這裡我定義C 這裡定義組 你看看 C B B C 要連線 所以我這裡已經找出C 找出D 你看 C跟D 把這個兩個 要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 這裡有虛線喔 不要忘了 這裡有虛線 好 你看看喔 我這裡 已經把C B C找出來了 B C找出來了 請問你 我這裡是有一個B C的長度 我這裡應該也有一個B C的長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還要從這一邊 拉回去 剛好 空底 要從這一邊 再拉回去 好 要把C點 再拉到 上市去 好 剛好 從這邊 好 拉 很遠 我就找到C點 上市 你看 所以這一景 比較多 信號比較多 原因在這裡 你要堆下來之後 就要拉回去 好 所以這一個 在上市圖 雖然是直線 實際上 它是一條斜線 對不對 而上市圖 看的時候 它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們這裡的距離 是必須 到這裡去求主 好 好 再來 一樣喔 當然也可以把 珠點再拉回去 因為它這個在焦點 其實沒有 好 好 再來 如果老師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 一樣 這一條線 C C柱 同學 可以注意到 C柱 有沒有平行 這一條線 有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 好 用這一條線 平行過來 有沒有 但是剛好腳在這邊 好 這樣子畫 這裡 就這麼到處 當然 可以不用這麼複雜 你說老師 我就一定知道焦點啊 當然也可以不用這麼複雜啊 可以這樣子畫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 珠點在這裡 直接畫下來 直接畫下來 珠點知道了嗎 就是在畫 這一條線的平線 平行線 畫過來 所以就找到這一點 知道嗎 所以這裡就可以直接畫 好 可是這裡 你就一定要把 A點 求過來這一邊 B點 求過來這一邊 畫 是屬於平線 你看 畫平行線 知道嗎 好 這個就一定要做 好 所以這一題 難的地方是要 你要這樣 像這樣子 揮過來 再從這裡揮過去 可以嗎 好 所以這一題比較難啦 沒有完成的 所以自己試試看 所以自己試試看